我们常说 论豪华 奔驰从没输过 能超越奔驰的 只有下一辆奔驰 今天我们从三个雷度 聊一聊奔驰EQE SUV的豪华之道 当被暗夜星阵包围的 三叉星辉亮起的时候 足以让你周围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双侧各130万 共260万像素的智能数字大灯 真的能在夜里 给你创造一场流星雨 这是属于奔驰的极致浪漫 弓形的车身 继承了奔驰EQ家族的基因 这也是EVA纯电架构下车型的一大特点 像EQE的轿车版 EQS还有EQS SUV都是如此 0.25的超低风阻系数 隐藏式的门把手 还有轮毂的造型 以及这里都有贡献 4880毫米的车长 轴距就占了3米03 这样的超短前后弦的设计 你们喜欢吗 外观是门面 内饰才是核心 米白色的软装 坐进来就觉得身心愉悦 就是不知道 耐不耐脏啊 世界上只有两种分为灯 一种是奔驰的 还有一种是其他的 这里不多说 来上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这块MBUX超联屏 长度有1.41米 你别看EQE SUV啊 它比EQS要低一个等级 但是这氛围感可一点都没打折扣 但是呢 这块屏它在EQE上面 是只有顶配车型才有的 但我觉得你都选了这台车了 这牌面说啥也得给安排上 是不是 而且这块屏里面呢 也加了很多 关于我们本土化的程序 你进这个App Store里面就能看到 都是我们常用的APP 所以说使用起来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而且流畅度 这个奔驰是毋庸置疑的 附加这块娱乐屏呢 在附加做人的时候 这两块屏是可以实现互联互通的 然后发现一个好玩的 给你们听听奔驰的声浪 三种不同的声音 我听起来呢 它应该对应的就是节能跟舒适 还有运动这三种驾驶模式啊 然后它车内跟车外的声音 都是可以选择自动开启的 EQE SUV呢 针对咱们中国市场增设了 前排双侧的静音玻璃 前排的无线充电板 最重要的呀 就是前后四个座椅 都给配备了奔驰这个超级舒服的头枕 另外呢 后排双温区的空调 后排的老板件 和中央的这个扶手 它都做了这个增厚的处理 就是你坐在这呢 会觉得更舒服 然后更有那种行政级别的感觉 我觉得奔驰是很懂咱们中国消费者啊 是会享受的这一点 然后此时此刻呢 就很应该打开伯林之声的音响 放一首交响乐 就奔驰内饰的这种氛围感啊 真的是其他车型很难去超越的 跟EQE轿车版不一样哈 EQE SUV它是全系双电机四驱的 所以它在驾驶模式里面呢 多了一个越野的选项 我们可以在这儿去调节 然后动力方面呢 它的电机是分高低功率 两种可以选 那低功率版本 也就是350的车型呢 最大功率215千瓦 最大扭矩是765牛米 其实日常城市里面开是足够用了 那当然如果你不差钱的话 可以上我们试驾的这一台500的车型 它的最大功率能够达到300千瓦 就是你开起来会觉得它动力会更强一些 然后这台车它的加速踏板 这个阻尼非常的细腻 也就是脚感非常好 那同时它加速的感觉呢 又没有追求那种电动车一味的那种 很上头很窜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奔驰这种传统的豪华品牌 它对于豪华舒适驾驶感受的一种理解 这台车是左右双向10度的后轮转向 所以你看转弯 它的转弯半径是很小的 你开着它就觉得 它的整体的体量感要比它的实车小很多 那在城市里面掉头啊 还有一些小的这种弯道去转弯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非常的轻便 我觉得这也是它豪华感的一个体现 然后另外呢 你开着它就是这块车机 它是奔驰跟高德联合打造的这个车机的地图 要比像什么卡プレ的投射呀 还有其他的车机地图 整体的界面要更好 而且更加聪明 你看我们现在就打开导航的时候 我们转弯 这里有一个实景的投射 然后不光是它这儿 有一个视频的显示 再一个呢 就是我前方的这一块HUD 它要比我们试过的 其他车型的HUD显示的信息都要丰富 除了地图 以及你车道线的引导 然后还有时速 然后它还有就是 我们设置上它L2级的这个自动驾驶之后 它的这个速度 包括限速的一些标识 都会显示在前方 那你打开越野模式的时候呢 它前面还会显示这个车辆的倾角 它就是把你在日常开车的时候 驾驶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不那么方便的问题 它都给你考虑到了 它就考虑的非常的周全 我觉得这个就是传统的品牌 它对于豪华的理解 EQE SUV呢 是奔驰首款国产的纯电SUV 它也是奔驰打算去走量的车型 那这款车呢 它起售价是48.6万 比燃油版的GLE足足便宜了20万 而且它只比EQE的轿车版贵了8000块钱 这在之前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 那EQE SUV呢 可以说是奔驰车系里面 最有诚意的一台车了 但是在新能源这种风投正望的时候 你们觉得这台EQE SUV胜算几何呢